这是我们房子边上的三棵钻天羊 因为它们离屋子很近 而且它们长得太快了 趁着现在叶子还没有出来 我们准备把它们都砍了 以绝后患 这个是乔姐的梦幻版 大树的小细胳膊小细腿 肯定架不住刘哥的蹲位 所以只有请身轻如燕的老人家我出马了 接下来我就七里咔嚓开始砍树 树很快就都倒下了 哈喽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风玩 这是我们房子边上的三棵钻天羊 前屋主给我们留下的功课 为什么是功课呢 因为它们离屋子很近 而且它们长得太快了 风稍微大一点 树枝就会敲到屋顶的屋檐和雨水管 趁着现在叶子还没有出来 我们准备把它们都砍了 以绝后患 这个是乔姐的梦幻版 运动员入场 大树的小细胳膊小细腿 肯定架不住刘哥的蹲位 所以只有请身轻如燕的老人家我出马了 那些树都有二十几米高 乔姐大概只能爬到一半不到的地方 我先把梯子和树捆上 然后乔姐把自己和树绑在一起 这样安全一点 接下来我就七里咔嚓开始砍树 树很快就都倒下了 砍得好爽啊 接下来是刘哥的现实版 下午Max暗示来到了我们家 他是Max Tree Services的老板 哇 真是大阵仗 这是他和工人们正商量着接下来怎么做 各位老兄准备 扫树 全副武装 看着就是行家离手 我给他的爬树神器来个特写 先清理一下小树叉 现在开始往上爬 原来树是这么爬的 长姿势了 那位黄马甲的定器实在不错 跟工二爷的青龙眼月刀有的一拼 右面戴黄色头盔的就是老板Max 很帮的华人小伙子 为人爽快 办事认真负责 很容易沟通 清理出网上的通道后 蜘蛛人开始往上爬 大家可以看见 正在下大雪 好在风不大 它应该是上去绑控制方向的拉绳吧 这是最外面的一棵杨树 也是最高 最粗的一棵 趁着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看那把长兵器 小巧 实用 家里可以来一把 蜘蛛人还在往上爬 马上就要到位了 看来还要往上 所以在清理出差 给蜘蛛人来个特写 很帅吧 大家能不能猜一下 那个红色的包包里面装的是什么 从一开始就挂着 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它用过 大家看见树干上面 一圈黑色的地方了吗 据说那是树开始坏死的地方 风大的时候很可能会折断 大家可以看看 自家的树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的话就得考虑砍了 看见地上的红包了吗 刚从上面甩下来 原来是用来装拉绳的 绑完拉绳 蜘蛛人开始往下走 第一颗因为太高了 所以分成两段砍 开始锯了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慢动作 哇 太棒了 我们来看一下 左右不偏不倚 长度正好 有水平 目前看剩下的下半截 还有屋顶那么高 他们整个团队分工协作 有默契 效率很高 那位有40多年经验的 皇马家老师傅 开始聚最大的那棵树干了 那可是真正的技术 一共要切三刀 据说每一刀都有讲究 切哪里 切多深 都是经验 您会看到 他放倒这么高一棵树干 都不带用拉绳的 大家仔细看 树要倒了 果然厉害 老板身鲜事足 也在干活 这哥们负责搬运 还正有把子力气 砍第二棵树 在他们看来就简单多了 他们事先对我剧透了 说三棵树会有不同的砍法 我们暂且看下去 后面两棵会怎么倒 原来拉伸上面那头是这样绑的 这棵树看来和第一棵一样 先砍掉一半 好像蛮惊险的 不过还好 没有伤人 没有砸到樱桃树 点赞 终于拍到两面三刀的特写了 哈哈 泄密了 现在只剩最后一棵了 最后一棵 他们决定整体放倒 准确的按计划 架在边上的白滑树上 不错 再补上一刀 完美 最后老板亲自放倒 威武 因为后面我坐花坛和菜床 需要用到不少树干 视频链接会放右上角 所以要求他们给我留了一些 不要的部分都通过这台粉碎机 变成木屑带着 这是他们在清理车道和走道上面 遗留下来的木屑 粉碎机移走后 他们继续清理车道 最后把马路上面也稍微清理了一下 还蛮负责的 这是砍完以后的样子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树枝打坏屋顶了 至于这三个树桑如何处理 我们以后会制作视频告诉大家 这些是留下来用于菜床的树桑 后院除了我要求留的树枝之外 他们都清理了 各方面看着都挺满意的 其他树都没有损坏 如果您也有这方面需要的话 我推荐Max的公司 他们的公司名称和电话在屏幕的下方 这个视频只是我们作为用户的review 不是广告哈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画面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打开边上的小铃铛 选择里面的All 也欢迎您点赞或者留言 谢谢